花莲县政府16号下午在寿丰乡里渔坛游客服务中心举办了爱恋花莲在寿丰见者活动 参加活动还可以拿大价 许多县府同仁及眷属都参加 这次的活动路线全长只有3.2公里 沿途绕行紧致迷人的环坛公路可以饱览里渔坛风景 沐浴在大自然奋夺金当中 漫步在花莲最美的里渔坛 紧致秀丽 县长许真卫与在地相亲以及来访的游客 开心的互道加油 而花莲县政府也启动了我们的酷热方案 当然很多的活动也就延迟到推迟到下午来举办 原来我们见斗就是一早上 然后现在推迟到这个三点半开始见走 就是希望我们透过小市集以及透过见走 让大家能够还是能够走出来健康强身健体 所以在这里感谢大家为了疫情守在家里 但是我们现在跨出家门晒晒太阳 让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健 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右边往后走路 右边跳 右 有没有很简单 把你的手摆动 走路往后推 随后建走沿着环坛步道 全程约3.2公里 沿途保览园区内各职务的优美风光 不少乡亲更是三代同堂 共同参与建走 建走现场设置多处宣导摊位 吸引了许多民众排队参与 此外还有丰富的摩柴奖品 吸引大家一起运动 尝保健康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 收风箱采访报道